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受到炸弹低压侵袭,日本关东地区各地都出现大规模降雪状况,东京首都圈出现罕见大雪,市中心内积雪量达23公分,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,719人受伤,其中一名死者为旅居日本的台桥。 综合媒体报道,日本气象厅22日向东京23区发出4年来首个大雪警告,大雪严重影响东京陆空交通,连接东京都的两大机场大受影响,成田机场因为风雪封闭两条跑道,要降落的班机只能转降其他机场。 与田机场则因为大雪同样取消了超过300个国内线航班,合计昨晚共有3万多人受影响,9000多人滞留成田机场一整夜。 东京的山手隧道有数十辆车辆设后无法动弹,驾驶被迫汽车并紧急出口撤离。 尽管降雪状况缓和,但因路面接洞跌倒或车辆打滑造成的事故不断。 据统计目前首都圈的东京都及六个县,共有两人不幸丧生,719人受伤。 千叶县一名驾驶为了清除道路积雪,从车上下来,遭后车碾壁。 还有一名52岁台桥高细云以四转弯打滑与卡车相撞不幸丧生。 东京前一次出现大雪是2014年2月,这次是魁为四年再度发出大雪特报。 东京都心累积雪量超过20公分,也是近四年首见。 过去30年来仅出现过四次。